文汇报报道 极端天气频频 天文台预计今年有大约五至八个热带气船 吹集香港 数量较正常偏多 而且炎热日子有机会较多 甚至受暴雨影响 一项调查发现 不少雇主没有按劳工署的相关工作守则和指引 向雇员发放当值和交通津贴 有清洁工人现身说法 益述自己在黑色暴雨警告生效下 公共交通工具停止运作 他只可以逃步行个几钟去到工作地点 期间扭伤脚跟都不敢申报共相 更加因为迟到被扣身 关注团体促请政火 立法制定恶劣天气下的工作安排 保障劳工权益 星岛日报报道 儿童事务委员会在前日开会 讨论扩大性罪行定罪记录 查核机制涵盖范围 加强保护儿童和精神尚母行为能力者 消息说当局最快在今年第三季 将机制涵盖范围扩大到准自顾者 例如私人补习老师、运动教练、音乐导师等的上门服务提供者 之后再分阶段阔度义工、雇员和自顾者 而个人雇主 例如家长和监务人等 亦都可以要求查核记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